国励经一周波动 3月14和15号连两日暴跌近2000点 一度跌破20000点大关 香港财政司急忙向市场信心喊话 强调港股不存在系统性风险 截至3月18号 恒生指数和上证指数 股价净值比分别为1倍和1.38倍 创下历史新低 恒生指数的本益比是全球倒数第二 上证指数则是全球倒数第三 全市场300多档港股基金 平均亏损约15% 部分基金还亏损近30% 然而股市哀鸿遍野香港证交所 竟然传出还有公司造假上市 那么这一家根本就没有上市的公司 是如何自导自演了这场闹剧的呢 来自厦门的十一科技 宣布在1月22号港交所上市 公司不仅大动作宣传 举办峰会甚至举行翘锣仪式 可是港交所的资料显示 通过审核名单中没有则家公司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 市医科技主要从事的是 视力恢复产品的销售 与当地另一家名为 演播科技的公司关系密切 两家公司在同一个地址的 不同楼层办公 甚至联系电话都是一模一样的 仪式科技不止没有公司办公室的 地址和电话 连公布的港交所交易代码 都属于另一家上市公司 即使控股 造假的消息爆出 和市医签订赞资合作协议的 飞扬集团 也赶紧切割 说明双方没有关联 他涉嫌就是违反广告法 然后也涉嫌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 尽管自导自演的上市活动 声势浩大 造假恐怕触碰法律红线 厦门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也指出实意在港上市并非事实 提醒投资人 睁大眼睛慎选标的 三立新闻许天文报道 要是已设行到了